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8年6月23日出生于澳门 原名梁乐瑶 中仆混血儿 其父是澳门望族段里姬的后人 整个段氏家族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 生意更是遍及各行各业 梁乐师本可以是含着金汤氏出生的 只可惜刚出生两个月 其生父就离开了人间 只因其母身份卑微 备受段家人排挤 甚至根本就不认这对母女 无奈之下 母亲只能让女儿随自己性 梁乐师的童年虽然很苦 但是生活在底层的她 在学校里看到不顺眼的人该揍得照样揍 无论对方的家庭背景如何 也别想在她面前占得一丝便宜 所以 小学时期 梁乐师经常讨课 打架 性格犹如男孩子般顽皮 老师更是拿她当反面教材 中学的时候 梁乐师个子已经非常高了 颜值不赖 但是还是不肯读书 讨课率极高 最后 连张毕业证书也没能拿到 不过在外人眼里 梁乐师犹如小太妹 但她骨子里却十分孝顺 为了帮助母亲分担经济压力 只有十几岁的梁乐师兼职做模特 以此换了一些酬劳 补贴家用 正是模特这个职业 让梁乐师有了更多的出境率 从而改变了命运 十二岁那年 她被英皇娱乐发掘 但由于她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一岁 后来被发现让公司苦等了四年 故而 直到十六岁时才批准梁乐师入行 英皇娱乐非常看重梁乐师 甚至打出了张博之接班人的口号 怎奈何成为艺人后的梁乐师仍然我行我素 看不惯圈子里那种虚情假意的社交场合 经常私自做出决定 如此一来 必然是惹恼了英皇高层 在2006年的时候 更是被公司勒令放假一年 幸好 大老板杨寿成对她格外开恩 被逼放假期间 梁乐师随着詹瑞文学习戏剧 最后 由于期间表现良好 四个月后付出 梁乐师的演技没话说 从十六岁开始 她在剧中的表现可谓是既惊艳又深刻 十八岁便拿下了影后宝座 凭借在剧情片《依莎贝拉》 获得了第27届葡萄牙国际电影界最佳女主角 只是 梁乐师直来直去的性格又和娱乐圈格格不入 故而 她注定要和英皇闹矛盾 2007年 梁乐师因拍《盗墓迷城3》后 经养子琼介绍 认识了前来探班的李泽楷 当时 李泽楷对于浑雪美女历来都是多看一眼 只见眼前这位年仅19岁的姑娘 无论是谈吐举止上都超越了同龄人的认知 俩人很快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也许自幼缺失父爱的梁乐师 对比自己到22岁的李泽楷非常来电 而李泽楷听闻梁乐师的身世后 亦是感触良多 不久后 俩人就开始秘密恋爱 恋情直到2008年被曝光 事后 李泽楷否认了为梁乐师赎身 但最后的结局是喜人的 双方和解了 如果不是李泽楷在背后游走 打通关系 梁乐师又怎么能如此之快 平息这场纠纷 有消息称 双方都不需要支付赔偿费 而百万诉讼费则由英皇支付 至于和解条件 据说是李泽楷赔偿了1亿元给英皇 双方才达成和解 所以在这件事上 李泽楷给予了梁乐师很大的帮助 可以说是他的恩人 解约不久 梁乐师并快马加鞭赶赴加拿大代产 2009年 梁乐师为李泽楷诞下一名男婴 掌门人李嘉诚态度也是有所改变 从最初的不同意到亲自给孙儿取名为李常志 可见 李嘉诚这边已经慢慢地在接受梁乐师了 梁乐师也是第一次和豪门打交道 本要爆发的性格却硬生生压了下去 一年之后 2010年6月底 梁乐师在美国旧金山再次为李泽楷诞下双胞胎儿子 至此三子在手 外界纷纷传出了梁乐师即将嫁入李家豪门 荣生三个儿子的爸爸李泽楷也是欣喜不已 回到香港后便把喜讯告知身边好友 李嘉诚对双胞胎孙子的到来感到非常欣慰 豪门对于生子历来都很重视 梁乐师连生三子无疑是给自己加足了砝码 终于对梁乐师另眼看待 李泽楷趁势再提迎娶梁乐师之事 中护父亲首肯 8月他将携女友返港商量结婚一事 然而正当大家都替梁乐师高兴之时 这个婚事却又陷入了僵局 李泽楷也许还有其他顾虑 豪门结婚历来规矩甚多 也许时机没到 但是对于梁乐师的各种赏赐一样没少 李泽楷把自己喜爱的游艇奖励给了梁乐师 该船长约25米 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约80公里 由于这一系列游艇常在007系列电影中出现 因而有邦德船之称 相比较李泽楷以往的女友 梁乐师的受众程度确实是得天独厚的 但是这种物质上的奖励 远远满足不了梁乐师 从小缺失父爱 目睹母亲遭受到断家的排挤 梁乐师一直都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而自己一口气为李泽楷生下了三个儿子 李泽楷仍然没有取他的意思 这一回梁乐师积压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2011年2月26日梁乐师宣布分手 随后梁乐师冲击豪门失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七嘴八舌 什么原因分手的原因都有 有过分的更是产出梁乐师偷偷打排卵针 促使后来生的双胞胎是脑痰 从而惹恼了李泽楷 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谣言罢了 不过从明报周刊 拔出了两人分手的内幕细节 根据剧情人爆料 梁乐师和李泽楷在相处时 李泽楷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 分手也是梁乐师主动提出的 李泽楷实则是不会和他分手 但是梁乐师有自己的想法 表现得非常坚决 梁乐师从小到大都很叛逆 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有回神的余地 恢复单身之后 梁乐师本以为可以轰轰烈烈谈一场恋爱 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2017年10月 梁乐师被曝和一名40岁左右的眼镜男约会 两人高调现身 香港 原方 商场 全程没有戴口罩 一同看电影 吃饭 还在餐厅里上演甜蜜的一幕 也许是和李泽楷之前的恋情过得太过压抑 梁乐师急需发泄 寻找一个值得依靠的另一半 对于眼前的男子做出如此亲密举动 他并没有拒绝 可见眼镜男也深得梁乐师认可 无论是和李泽楷谈了五年恋爱的郭佳文 还是和李泽楷闹绯闻的大满女神林轩瑜 到最后都成不了李夫人 没有梁乐师 手握三张网牌 虽没有名分 但完全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他才是人生大赢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